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家墙上挂着一个手工编织的漂亮篮子 那是妈妈多年前的结婚礼物 一天早上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红归糕 她把这道香甜可口 富有弹性的糕点放进篮子后 对小明说 帮忙送去给阿公吧 小明眼巴巴的看着红归糕 把篮子盖好 准备送给阿公 经过附近的电屋时 小明向木鸡工匠 小范阿姨和理发叔叔打招呼 他们也回应说 小明 早安 不久呢 小明就看到了阿公 阿公的工作是帮不实质的人写信 一个戴着红头巾的山水妇女正坐在她面前 她想寄一封书信给在中国的家人 小明掀开了篮子后 露出一个一个像龟壳的红色龟糕点 这些都是妈妈做的 阿公喝喝笑说 我最爱吃这个了 回家途中 小明遇见了她的朋友法兹和纳拉 小明说 嘿 我们一起去后巷玩吧 她把纳拉的沙龙的一端绑在篮子上 再把篮子套在自己的头上 法兹随后披上沙龙的另一端 跟小明一起表演舞诗 娜拉把篮子盖当成铜箔 敲打起来 之后 法兹想到了另一个新主意 当她把篮子放在墙边时 娜拉就知道她想玩哪个游戏了 于是 她掏出了五个装满沙纸的小布袋 我先来 娜拉说着 倒退了几步 她瞄准篮子后 抛出了第一个小布袋 可惜并没有头中 他们三人轮流尝试把小布袋投入篮子里 小明瞄准篮子 把小布袋一个个投入篮子里 法兹和纳拉欢呼道 你赢啦 由于午后的太阳很猛烈 小明就把篮子盖当成帽子 戴在头上 防晒 她怕妈妈担心 便和朋友们道别 准备回家去 突然 碰的一声巨响 把小明吓了一跳 她转身看见一辆脚踏车倒在路上 山竹也散落满地 幸好 骑士上得不中 小明把山竹捡起来 放进篮子里 小明说 阿姨 这是你的山竹 卖水果的阿姨说 嘿 谢谢你 小弟弟 你拿一些回家吃吧 小明一踏进家门 就高声喊道 妈妈 我回来了 看你满身大汗的 妈妈一边说 一边清空拦止 快去冲凉 让阿姨帮你吧 脏衣服洗一洗 妹妹捏着鼻子 取笑 她道 哥哥 你好臭 小明脱下了衬衫 团裤和内裤后 便把脏衣服放进篮子里 交给阿姨 当人去从头交下时 小明冷得尖叫了一声 啊 小明 只见艾莎在街道对面叫她 手里还挥动一本 从她爸爸的书店里 拿来的漫画书 这本书看起来 像是最新一版的 美国队长 小明兴奋地把篮子的 把手系在一条 能连接他们 两房间的绳子上 然后慢慢地拉动绳子 把篮子送到艾莎那里 艾莎把书放进篮子后 小明又把篮子拉了回去 她喊道 谢谢你艾莎 小明把篮子盖当成盾牌 举起来 大声喊道 我是美国队长 妹妹也把一根藤条 当成宝剑挥舞起来 在一片吵闹声中 小狗嗶嗶 钻进了篮子里睡着了 这时 一把熟悉声音 在街道上挥烫 爸爸向嘟嘟面叔叔喊道 给我一碗 我条面 小明和妹妹 轻轻地将 皮皮从篮子里哄出来 爸爸往篮子里扔了两脚钱 小明则在篮子里的把手上 细了条绳子 然后 他们从电屋二楼把篮子掉了下来 嘟嘟面叔叔拿了钱后 便将一碗面放进篮子里 爸爸和小明 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拉上去 不让面汤撒出来 小明和妹妹一边吃面 一边说到真好吃 因此间接变暗了 阿嬷点亮了没有灯 拿出了针线 突然 一阵风把他的 碎布和针线 吹落满地 小明说 阿嬷 让我来帮你 然后他和妹妹 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 一一放进篮子里 阿嬷在微弱的灯光下 哼着歌谣 小明这回想着 今天奇妙篮子 带给他的种种乐趣 然后 慢慢地进入了梦想 好了大家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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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